如果你一生只能学一种知识 那一定是关于周期的 为什么 因为不了解周期的人 他永远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就算颇天的富贵来了 他也接不住 不了解周期的人 永远看不懂世道的兴衰 只能感叹人生的无常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周期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天道 最近有一句话很火啊 叫什么 靠运气挣的钱 最终还是靠本事亏回去了 不少人都觉得这句话讲得有道理 的确前些年有很多人挣到了钱 这两年一番折腾 钱又没了 甚至还负债累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 其实是错的 因为它掩盖了赚钱这件事背后的真相 你想一下一个人的能力在 短时间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 你会突然变得很强 或者出现严重退化吗 不会的 这种变化几乎可以忽略 影响你成败的真正变量不是能力 而是你的运气 运气是什么 运气其实就是周期 所以真相是 很多人靠周期赚到的钱又被周期给夺回去了 他们还以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够 曾经叱咤风云的梅老板有能力吗 当然有 把他们随便往人堆立一放 各顶各的都是人经中的人经 是如今来看 有几个不是暗淡受场的 最近十年风光无限的无疑是房地产老板了 他们哪一个没有通天本领 你一般人谁能欠几千亿债务呢 别想了一般人借个一千万都费劲 在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里 借债的能力本身就是个人资源和能量的体现 但是那又能怎样呢 许老板够牛了吧 他纵然已经是富可敌国 但是在周期退潮时 也得趴下 房地产老板刚倒下 新能源的老板又登上了历史舞台 真是你方唱把我登场 好不热闹 很多人都只是抱着一种看他起高楼 看他楼塌了的心态在吃瓜 唯独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这场财富舞台剧的导演究竟是谁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有一个历史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太史公司马迁在研究完 范李 子贡白龟 等一大批古代富豪的发家时候 他就得出一个结论 小富靠智 大富靠市 他这里的事其实就是周期 所以在那个时代 周期就已经在导演着财富的兴衰了 可怕的是 两千多年过去了 周期先生还在担任财富舞台的总导演 所以我们会看到 美国短短两百年历史上 诞生了一大批商业传奇 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钢铁大王卡奈基 电力大王爱迪生 软件大王比尔盖茨 到近些年快速崛起的新能源大王 埃隆·马斯克 当你仔细琢磨他们之后 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 石油 钢铁 电力 软件 新能源 恰好代表着 他们所在时代的新技术浪潮 他们都吃到了技术周期的红利 从而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而那些倒下的巨富们 无一例外 他们都被周期抛弃了 所以古人才感叹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当你顺遂的时候 所有力量都在推着你往前 当你处在逆周期里时 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 以你为敌 如果你是许老板 今天一定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周期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现象 从行业周期 经济周期 社会周期 文明周期 到毁天灭地的地质周期 万事万物都在周期的漩涡之中 从寒武纪的节制动物 侏罗纪的恐龙 到如今的你和我 都是周期的玩物 周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周期其实就是资源在系统中的流动 这种流动带来了供求关系的剧烈变化 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行业的兴衰 决定你是躺赢还是垂死挣扎 是其乐融融还是在疯狂内卷 周期有多普遍呢 普遍到日出日落就是周期 如果你是一个餐馆老板 你一天就会经历三波周期 分别是早餐周期 午餐周期和晚餐周期 在这三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人潮涌动 磨肩擦肿足以让你忙得昏天黑地 可是高峰期过后 点面又变得冷冷清清 你只能显得无聊打苍蝇 在这么简单的吃饭的周期里 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就一个东西 人的流动带来供求的变化 供求关系是商业的底层逻辑 而周期则支配供求关系 如果供求关系 是商业世界的执行导演的话 那么周期就是总导演 周期之下皆是蝼蚁 为了不做周期的炮灰 我们一定要认识周期 而要认识周期 首先你就要打破丛林法则的迷信 要从丛林思维转变为于堂思维 因为丛林法则 只体现周期支配下的竞争关系 而于堂法则才真正体现周期 否则有一天你会发现 自己正和竞争对手打得火热时 一夜之间 你和他都被信的商业浪潮 一起连锅端了 真是毁灭你 与你何干 所以在商业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是一条鱼 我们生活在鱼塘里 决定我们命运的 正是如下四条简单法则 第一 鱼塘的水量 第二 鱼群的数量 第三 谁先长成大鱼 第四 谁能成功上岸 跃进新的鱼塘 在鱼塘里的鱼啊 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是鱼塘的孵化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还是衰退期 只有这样 你才清楚自己是该努力生长 还是胜利大逃亡 最后在周期面前 你一定要记住四句话 那些愚蠢的人 会逆势而行 那些聪明的人 会借势而起 那些精明的人 会驾驭周期 而高明的人 能穿越周期